画圣吴道子的佛画 也是不朽的传奇 吴道子生活在圣唐时期 他的绘画成就 也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顶峰 吴道子是非常擅长 画佛教的人物画的 他在长安菩提寺画的菩萨像 其中舍利佛有转目视人的神态 不管你站在哪个角度看 你都会发现舍利佛都在注视着你 你站在正前方 他的眼睛就朝正前方注视你 你站在左侧 他的眼睛就转到左侧来看你 你站在右侧 他的眼睛就转到右侧来看你 所以这个像 它不是死的不是禁止的 它是活的 是有生命的 那么吴道子佛画的代表作 是地狱变相图 在这幅画中 吴道子运用了夸张的变形的手法 使画上的人物像真的一样 从墙壁上走了下来 让观看的人汗流甲背 那么实在 吴道子所画的地狱变相 风云将逼人 鬼神如脱壁 风云对人有种压迫感 那鬼神好像从墙壁上 走下来了 这是一种非常震撼的视觉效果 根据历代名画记的记载 吴道子地狱变相图画成了以后 都人贤观 借拒罪修善 脸是屠骨 鱼肉不瘦 充分地说明了 这幅画超强的艺术魅力 以及导人向善的社会效果 吴道子的天王宋子图 也是佛教绘画的名作之一 现存宋人摩本 那么这幅画呢 它的真机 现在是收藏在日本大阪的 市立美术馆 制服发的人物啊 非常的多 情节非常的生动 其中有一个局部 是靖帆王抱着婴儿 正在稳步的前行 那么摩页夫人呢 是拱手相随啊 旁边一个侍者 扛着射子在后面蹭蹭蹭的 紧紧地去跟随 所以画面上每个人物的神态呢 都恰到好处 生动传神 吴道子画的佛像 衣带飘飘若飞 被人称之为 吴带当风 远望 天一飞扬 满鼻风冻 由于他特出的艺术成就 在唐代就有 国朝第一 这样的一种崇高的成语 到了宋代呢 都尊称他为画室 从保留在灯黄第103窟的 吴道子的壁画 维摩节经变图中啊 我们也可以真切地感受到 吴道子的画风 那么维摩经变图 他讲的是佛教第一大居士 维摩节和文殊菩萨辩嫩的故事 这幅画呢 是吴道子描维摩节形象的最生动传神的最具代表性的杰作 在这画面中啊 维摩节呢 手指主尾坐在壶床上 身披子球 白念如群 右手指主尾 左手辅旗 上身微微浅倾 灵目俱眉 目光深沉 但是却显得呢 信心满满 沉住在胸 这观众啊 从这个画面 好像听到了维摩节和文殊菩萨侃侃而谈的声音啊 那么细心的观众可以发现 维摩节 手指主尾的那个手形啊 它是视指和中指呢 伸开的 那么这个细节呢 就显示了维摩节 非常的自信 他的心里是处在一个很放松的状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